大家好,我是老三 现在又是黄鼠草蒙赏的细节 现在准备去砍一些黄鼠草回来发酵 留到冬天喂牛 给牛准备一些冬凉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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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黄鼠装发酵一定要硬一点 编击 EN response 装黄鼠的时候一定要把黄鼠里面的草料压好 如果黄鼠里面的草料不压好 里面不会有空气 而且还有可能让草料化流化错 还有封口的时候一定要把里面的空隙一定要拍完 有条线的情况下最好是买一个深空隙围来 把那个空隙全部漆出来 这样的话会放的更小一点 把空隙排完的时候一定要密封好 我这个袋子也是从网上买回来的 去年买的,去年拿来发酵已经用了一年 今年还可以用 适量还挺厚的 今天也就双了八袋 这八袋应该够值七头牛丝一天 好了,这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与事实